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日星期三 这里是《赖子聊书》第八期 我是赖小刚 在上一期节目里 我介绍了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拉纳·米德的书《苦涩的革命》 介绍了他的主要观点 那就是1919年是近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分岔口 当时中国有三个方向性的选择 第一个方向是向自由民主主义 就是以逐渐地为模本 逐步发展通过谈判收回全部主权 把中国发展成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法治国家 这是国民党在1927年占领南京后 逐渐采纳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接受日本的主导地位 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与日本组成紧密的政治经济共同体 汪精卫就是这个方向的代表 第三个方向是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 把中国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家 就第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有一位朋友向我质疑 他的问题是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直要收回朱介地 在北伐战争时就单方面地收回了 英国在汉口和九江的朱介地 后来又在1943年1月与英国和美国签订了新约 收回了包括朱介地在内的中国全部主权 我有什么根据说国民党是要效法朱介地 来对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造呢 这个质疑问得好 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大问题 它涉及蒋介石本人的政治理念变化 和对西方认识的变化 我将在以后聊蒋介石时再聊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 第一个和第二个方向性的选择都没有变成现实 在客观世界中都不存在 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国 那么布尔什维克革命又是在中国大陆 如何取得胜利呢 这是一个中国大陆人十分熟悉的问题 是从上初中时的历史课时就开始学习的问题 通过这个问题 我们要记住一整套的标准答案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有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 掌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自然能够战胜自己 自然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百倍的敌人 用中国的古语来说 这就是天意不可为 那么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美国有两位专门研究革命战争的专家 他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这样说 革命战争的特点就是你死我活 没有妥协的可能 胜利的一方千方百计的要把自己的胜利变成神话 而失败的一方则要绞尽脑子的把失败忘掉 国共内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历史在赢家和书家眼里都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 是一个移出不一系的问题 英语中有句俗语叫做魔鬼在细节中 就是Devil is in the details 我今天要聊的就是魔鬼长生的细节 一套在诸公国出版的档案集 名为共产国际联共部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重书 全书共二十一卷 就是这两个部分 在这二十一卷的文件集中 十一卷是俄罗斯档案文献的中义本 就是这个 其中的十卷本 其中的十卷 其余的十卷是由中国专家自己收集整理的材料 就是这一些 我买了这二十一卷的文件集 我简单说一句 档案资料与文件集的区别 然后再说一下 这二十一卷的档案资料重书 档案指的是最原始的文献记录 这些记录的范围可以是无限的 大到最高当级决策会议的文字记录 小到买东西的收据 档案文献是一个国家能够运转的基础 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档案管 历史研究最难的也是最有意思的工作 就是去档案馆查阅档案 之所以难 原因之一是查阅档案有限制 研究人员必须得到当局的批准后 才能查阅保密的档案文献 困难之二是要看明白 大量且杂乱无章的东西 这需要多年的准备 由于档案是保密的 而政府又需要向公众说明自己的政策 和政策的变化 许多国家的政府就每年定期 把自己有关的文件编辑出版 成为文件集 至于原始记录 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 有法律规定 档案在期满30年后必须解密 苏联和中国大陆 没有档案在一定时间之后 必须解密的规定 但研究档案资料 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能力 为了解决保密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之间的矛盾 两国都采用了编辑出版文件集的办法 今天介绍的这21卷本的文件集 联共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重书 就是这种方法的产物 这21卷中的11卷 来自一套俄文原版的 五卷本的俄罗斯大案文件集 原名为共产国际 在中国1922年至1943年 就是这一套 另外10卷 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文件集 就是这一些 这部俄文原版为五卷本的文件集 是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件保管与研究中心 以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联合编辑出版的 这三个机构在1994年签订了一个协定 共同出版一个文件集 原本要覆盖1920年至1949年的内容 但出到了1943年就停止了 共五卷 名字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 1922年至1943年 联共部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简称 就是苏联共产党 共产国际也称为第三国际 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在1919年3月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 专门负责领导和支持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 这套五卷本的俄文文件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联共部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第二部分是联共部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第三部分是联共部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最后一个电报是1944年1月12日 联共部中央给毛泽东的一个回电 这套文件集的第一卷于1994年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6年购买了中文版的版权 着手组织全国的有关部门开始翻译和出版这套文件集 中文版的第一卷于1997年问世 中共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文件集第一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试认为中共与苏共的历史联系 苏联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反应就是毛泽东的那句 家喻户晓的名言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共本身就是波尔什维克对外输出革命的产物 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自己的领导人要由莫斯科任免 财务上也依赖于莫斯科 在这过程中 中共建立起了自己的俄文翻译 以出版系统 但对自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并没有系统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开始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就开始着手收集和整理自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当俄罗斯出版了这五卷本的文件集后 中国方面就把自己整理的成果 与这个文件集的中意本合在一起 编成一套重书 这就是这个二十一卷本的文件集的由来 中国方面收集和整理的材料 大多数是当年的报刊资料 而俄方的大部分资料 是当年苏共和共产国际办事人员的电报往来 这些资料正好与中方的材料相互对应 对于研究苏俄 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十分宝贵 揭开了以前许多迷雾 其中的一个就是当年孙中山 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政策和黄埔军校的建立 苏俄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向中国输出布尔什维克革命 其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信念 那就是要以革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国际就是为了输出革命而成立的 我在这里使用苏俄而不是苏联 是因为苏联是在1922年12月成立的 从1917年10月革命到苏联成立之前 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罗斯 被称为苏维埃俄国 简称苏俄 苏俄输出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是欧洲 但苏俄红军在1920年8月的华沙战役中 被波兰军队击败 无法吸引到欧洲 莫斯科就把输出革命的重点转到中国 利用中国内部的混乱控制中国 把中国变成像亚洲其他地区输出革命的基地 由于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 没有政治影响力 莫斯科必须要在中国的 有影响的政务制人物中 找到一个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既要能够接受中共 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 同时还要尊重莫斯科的战略利益 具体的说就是接受苏俄红军对外蒙古的占领 尊重俄国在沙皇时期在中国取得的各项特权 这是一个难题 列宁城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称为犯罪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归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秘密外交 在十月革命后 就两次宣布放弃所有的在华特权 极力获得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在1920年俄国内战进入尾声后 莫斯科就不再提放弃在华特权的问题了 在中国推行比在其他国家更为复杂的双重外交 双重外交的含义是 作为俄国政府 苏俄与其他国家保持国家之间正常的外交经贸和文化联系 但作为共产主义者 苏俄则有义务支持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 中国的混乱局势给这个双重外交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具体的说那就是 莫斯科一方面继续把北京政府 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北洋政府 当成中国的中央政府 与北京政府就一系列问题 比如外文补问题 东北的中东铁路问题等等进行谈判 另一方面在各个地区的实地派人物中 物色最佳的代理人 同时继续扶植中共 当时莫斯科看中了三个人 张作霖 吴佩福 和孙中山 莫斯科没有选择张作霖的原因之一 是不想恶化与日本的关系 没有选择吴佩福的原因之一 是他镇压了中共根据莫斯科指示 发动的金汉铁路大罢工 也称二七大罢工 就是样板系《红灯记》里所说的故事 原因之二 是吴佩福要求莫斯科先把军队 从外蒙古撤走 然后再谈判 孙中山的力量 孙中山的力量 虽然无法与吴佩福相比 但它不仅是一面革命的旗帜 而且同意苏沃红军驻扎在外蒙古 愿意改组国民党 并与中共合作 苏联选择了孙中山的结果 就是我们熟悉的内容 国民党于1921年1月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于1924年1月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始进行改组 实行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成立了黄埔军校 着手组织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黄埔军校是国共军事将领的摇篮 从中培养出了蒋介石军事集团 培养出了中共武装力量的萌芽 周恩来、聂荣珍都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 林彪、博荣环、徐向前、陈庚等人 都是黄埔毕业生 国共之间从此开始了 斩不乱、理含乱的历史 而孙中山就是这个 爱恨交织关系的始作俑者 孙中山为了统一中国 竟同意让苏军驻扎外蒙古 以换取援助 中国历史从此开始偏离自由民主的方向 因为孙中山是台海两岸共同供奉的人物 孙中山用外蒙古与苏俄进行交易的事 自然不是国共双方愿意提及的话题 外蒙古的独立和黄埔军校的成立和壮大 因此就披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 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其中的真相 但这为数甚少的知情者又不会讲 我在国内大学读历史系时 所学到的就是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这些当年不清楚的事 在这个二十一卷的文件集中 记载的非常清楚 这个文件集就像他的书名所说 讲的都是苏俄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 不涉及苏俄与当时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些问题包括领土和边界问题 前政府之间的条约问题 这个空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历史研究所的薛贤天研究员填补了 薛先生从事研究中俄关系史多年 他首先在九十年代编辑和出版了两卷本的资料集 中俄关系史资料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1917年至1949年 之后在这两部资料集的基础上 薛先生又与金东吉先生合作了三卷本的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 1917年至1949年 于2009年出版 在这号书中 作者勾画出了民国时期中苏两国关系演变的轮廓 回顾了一系列至今仍然牵动着许多中国人心结的问题 比如外蒙古是如何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苏联与新疆地区动乱的关系 以上就是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与苏俄关系的研究大致状况 这些课题的选题和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里 这些课题的选题和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里 都流露出一种尴尬和无奈 苏俄是近现代中国史中 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俄国是从中国隔取领骨最多的国家 中国国土的形状 因为苏联从海棠叶变成了雄机 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但是没有苏俄的帮助就没有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民族主义者 这种尴尬在国民党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蒋介石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写过一部名为苏俄在中国的书 在这部长达24万字的书里 蒋介石把中国描写成布尔什维克全球扩张的受害者 他把孙中山连俄一事 推诿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公平待遇 对孙中山用外蒙与苏俄交易的事只字不提 尽管苏俄向中国输入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莫斯科在中共夺取政权中的作用 长期被西方学界忽视 至今只有两部关于中苏关系史的专注 一部讲的是北伐战争时期的 另一部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 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这部书还没有使用俄文资料 不仅如此 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中共是共产 国际的一个支部 一直把中共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组织 那么西方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 莱子聊书将在下一期给大家介绍一篇《西方学者》关于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 专门聊聊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